我将向宪法法庭申请示宪以及暂时处分 朝野在战国会扩权法案 总统赖兴德开第一枪申请大法官示宪 执政团的兵分四路 包含立院党团 监察院 行政院也会提示宪 是不是有若干的条文会被拿出来使用 究竟是合法还是失效 大家有共同的体认 才是一个对法律来做正面 或者来做另外一个反方向思考的时刻 每个宪政机关都应该严守他的分寸 卓庸泰在复议被封杀之后 首度禁令法院 呼吁在野党不该急着 把有违线疑虑的扩权法案拿来使用 应该等大法官解释之后才有动作 蓝白棋批 立院是怕 包含进口弹在内的各项争议被查出来 那现在变成只有主席没有总统 量身打造自己成为皇帝 看起来敲诗是为了标案成立的 而且我们调查才知道 后面背后的真正的隐屋者是谁 行政部门不要小看国会的力量 我们可用的工具还很多啦 各位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大家就试一试吧 下个会期就预算会期了 立法院删除通过的法律 只要不合你的意义 你就申请事件 然后就不打算存手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基础 全部被推翻了 历史上 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什么天災 瘟疫灭亡的 一个国家灭亡常常是因为疯狂的领导人 我想我们总统已经提出事件的部分 那这个里面孙跟其他的在野政党 提到所谓的什么反国会改革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假议题 蓝白兼职扩权 甚至拿出预算来要挟 超野间敌意持续堆叠 苦的人是全体活人 明星文综合八道